曹操是怎么死的 曹操 自孟德 是东汉墨连精于兵法的政治军事家 还是杰出的文学家 善于诗歌 他所住的关沧海 龟随寿等明天广为后世留纵 关渡这战时期 两军对垒 战事紧张 曹操头疼之事出现 直至晚年 脑机不见好转不说 还发作的异常频繁 当时的神医华陀通过给曹操仔细诊断后 确定曹操弩类长有脑瘤 提议做开弩手术 曹操因天生多疑的性格 怀疑华陀的动机就杀了华陀 至此也无人能医起脑机 建安25年的正月23日 十年63岁的曹操因脑机病逝于洛阳 一代枭雄就此陨落